不理會是本地人還是來自各國的居民 來到美國就沒辦法不接觸Fast Food 今個星期的健康好意時 揭秘了各個知名連鎖快餐店的內幕 告訴你如何回避那些食物 從結果來看吞拿魚三文治 其實是80%的美乃茲三文治 所謂的炭燒雞肉是從微波爐裏出來的 咖啡機有沒有定期清洗在大文號 午夜場電影沒有賣光的爆谷會怎樣處理呢 美味的醬汁竟然是由炸雞油箱裡的渣菜油製作而成 雖然沒有一樣東西是擁有絕對的食品安全 偶爾吃下也不會對身體有太過嚴重的危害 只是我們會有知情權 明確哪些食品是不利於健康 少吃或者最好不好吃 敬請你鎖定星期日晚上 與二台七點半鐘的健康好意時 健康有理 依時執行 在快餐裡千萬不要給争人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